明偶封雲匯 印譚與老旁 封雲高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本年各位準時鮑偉收睇封雲高 非常多謝各位的支持 本人陶傑和鮑偉聰先生的Patreon 也都非常感謝 以及一定會顧及各位的切身利益 這個叫做Patreon 多謝各位繼續鼎力支持 因為你都知道 這個你追隨某一個主持人 或者他說的 是基於你對他的信任 這個信任是很重要的 信任是包括他自己的核心價值觀 和他講話和寫作各方面的高超技巧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在氣候惡劣變化的時候 那個人會不會展示出某種政治智慧 去保障自己和同時香港最大多數人的利益 和核心價值觀 所以這兩年以來 本人陶傑也非常感謝各位 是加入我自己的Patreon 還有鮑偉聰先生 當然另外還有特別會員 很多事實和說真話 在這個時候 我想對於我們很多人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挑戰 因為剛剛好 《壹周刊》《蘋果日報》 《壹傳媒》前老闆 黎智英舉世觸目 他的審判開始 據說是長達80天 我自己看BBC 叫做《英美英語世界》 最權威的報導 BBC就是 很詳細地報導 黎安的來龍去脈 包括2020年 在《國安法》生效前後 他和那張報紙的行為 和香港發生的動盪局面 和它裏面核心的一句 就是現在全世界 當然是指西方文明世界 其實最關注的就是 黎智英到底在這場審判裏面 是否顯現到香港的司法獨立 雖然有港版國安法 這樣叫做司法獨立 很重要的 換言之 這次是有歐盟和西方文明國家 是多過國家的領事 是以一種很嚴肅的態度去旁聽 他們旁聽當然也都由BBC那裡 報導和拍照出來 那個焦點就是 這件案子80天未來 是聚焦一件事 就是香港到底有沒有司法獨立 這個是最重要的 立法會有沒有民意代表性呢 我想美國、英國和西方國家 心裏面清清楚楚 香港還有沒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也都很清楚 現在最尾就是香港還有沒有一個叫做司法獨立 我們以前說過 有賴於香港成為西方現代文明社會世界的一員 是有四大支柱 第一就是新聞傳媒 第二就是法治 第三對於香港來說 香港人來說切身處地的利益 家長就是教育 第四就是醫療 這個新聞言論自由和法治這兩大支柱 都是全世界包括國際社會 是重點關注的 尤其是黎智英案 當然這個叫做教育和醫療 是香港700萬人 特別現在留下的 是首要很多人 大多數人 是首要關注的 所以黎智英案現在出現 無形中 那三個法官 就面臨全世界聚焦 那個大光燈 是吧 法官尤其是 美國方面已經有人提出 對香港49名法官和律政司人員 那個準備推行一個制裁 但是未曾通過 未曾通過 即是說 梁愛思那時說23條立法人 頭上有把刀 是等有關人在看 所以你說這一場呢 就是習近平所說 是他強調鬥爭 是一種鬥爭 OK 因為呢 香港如果沒有了司法獨立 說明是不用玩 特區政府現在那把口 怎樣仇恨美國和西方都好 他都不敢說香港沒有司法獨立 是吧 黎智英案呢 舉世觸目 由於是政治犯的案件 所以不一定安排你出牌 我聽到周圍很多人說 黎智英這世一定 在監仓中老 我反而不是那麼悲觀 我認為呢 在美國大選之後 即是說 2025年之後呢 可能會有些轉機都不定 尤其是 如果共和黨贏出這一場大選 一切都可以談 既然是政治案件 就不會按照一般人想 所謂的普通法 怎樣扣減刑期 那我儘管呢 是稍微樂觀一點點 是落定一個時間狼 看看到時是怎樣 這次呢 是啊 黎智英先生呢 被這個 激留了超過三年 審訊一拖再拖之後 這個 第一天的審訊 那當然 全世界都關注 因為呢 這個是第一單 這個 勾結外國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 是香港開心 那麼 全世界很多的媒體呢 都已經鋪天過去地的報道了 那雖然我個人來說 我知道那個結局呢 都已經差不多 用回編劇的角度 就已經寫好了 不過奈何 其實一套戲 雖然你明知道呢 木馬屠城記 最後呢 這個特樂伊 都會呢 是這個 用木馬進去呢 就攻破這個城牆 又或者 這個帝女花 最後呢 崇禎就會斬 長平公主 但是 重要的不是結局 重要的是過程 這次 全世界為什麼這麼多的傳媒 和領事 要親自去到這個法庭呢 就去觀審 或者是去密切留意呢 就是想看看 究竟這齣戲 我真的可以說一齣戲 以預先寫了結局的 但是 怎樣去鋪陳 和怎樣去演繹 這才是全世界的目標 因為現在 你看到 動用了這個國家之力 去對付《蘋果日報》 和黎智英先生 這個呢 其實已經 自在必得了 但是 其實我真心 為那三位法官擔心 或者操心 可能過濾 我自己 因為很少可以 一中香港的案件 會上到一個國際的層面 而事實上呢 這個《港版國安法》裡面 裏面的條文是寫得清清楚楚的 但是很奇怪 在執行上來的時候 就有些時候比較粗疏 特別是譬如今次 有關於煽動韓勒的罪 其實已經預期了 即是過了期 但是他依然放進去控罪裡面 從一開始 其實已經 如果純粹說氣勢上來講 已經打疾了一道氣 讓辯方有一個抗辯 或者反對的理由 當然最後是怎樣 這個就要看法官的態度 如果他 鑒操來的 這個也是宜笑大方 但是如果這一刻 就把這條控罪 就要抽起 已經打疾了控方那道氣 這一點其實對於 所謂中國人傳統的衙門 我現在用衙門的角度去講 就已經是不老禮的了 所以其實這次的審訊 是很重要的 我真的覺得 對於未來香港的司法獨立 以及究竟 執行國安法的時候 還有沒有一個法律依歸呢 還會不會根據條文去執行等等 這個是十分之令人擔心的逃生 尤其香港明報 和香港親中喉舌 紫荊 和另外一些報刊 是從事刊登 這個全國僑聯副主席 盧文端 這篇文章 我們早兩天都引述過 是香港不可以成為 對美鬥爭的前線 和盧文端聲稱 或者是暗示 他是代上面中央傳話 香港應該向英美修和 我們都說過 修和不是你想修就修的 到了現在 是英美肯不肯修 英美有什麼條件 英美現在我想很多條件 除了要司法獨立之外 就是黎智英等人 如何處理 不止 另外還有47人 還有2500人 據BBC的報道 被控以國安罪 又或者其他 2019年秋後算帳 等等相關的罪行 所以這件事 很多人都說 你覺得香港還有司法獨立嗎 都仍有人這樣說 你知道嗎 那些人就可以莫大於心死 當然這些人 很多人都是這樣說 不過我們是以法律上 無罪推斷 你暫時不需要這樣解設 BBC這些 英國的傳媒都很中肯的 第一句第一段 就會說香港法治已死 他是照樣報道這個事實 和將那個焦點 放在香港的司法獨立 對上一次 香港的司法獨立 一度陷入危機 不是沒有試過 不是1967年暴動 而是80年代中 這個佳寧案 這個主角陳松青 那件事也是世紀大審訊 1983年 這個陳松青被捕 控以詐騙罪名 當時他負債100億 我也說過 這個手法是類似大陸 現在那些地產 這個九個杯 八個蓋是不夠蓋到爆破 當時牽涉到 香港司法獨立 那個危機是什麼呢 發生了三宗命案 除了和陳松青有關的大馬 遇民財務助理經理 在一家香港 酒店那裡被殺 私林移 私體移到大埔之外 開審前一天 負責佳寧產業交易的律師 有離奇自殺 另外一個負責案件的 廉政公署調查主任 因工作壓力太大 而此自殺身亡 還未算 是負責審理佳寧案的 當時香港政府的案冊師 叫柏家 Dennis Barker 很奇怪 當時他自告奮勇 要審陳松青案 聲稱柏家釋放陳松青 說他的控罪重覆 無需答辯 當庭釋放 很離奇的 但是一年之後這個柏家 因為這樣 他受到社會輿論的巨大壓力 然後他辭職 辭職了之後第二年 竟然在地中海的 塞浦路斯度假的時候 駕車是汽車失事 車禍死亡 那時候柏家主審法官 那種判法明顯是遭到西方傳媒 特別是財經方面 國際財經界民 香港還有沒有法治和司法獨立 所以後來柏家死了 然後這件案是繼續 陳松青在很多年之後 那個案又要重審 所以當年這個陳松青案是否涉及政治 是否涉及包括大馬在內的外國勢力 甚至政府 很多爛解之謎 現在還沒有水落石出 所以這套電影叫金手指 是由王朝偉和劉德華 重演當年的歷史 這些我們看一件事的時候 他就放快回香港以前的適日類似的危機 現在就因為這件案發生的同時 美國方面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對香港的立場 這個大件事了 香港傳媒據說是竟然不敢報 為什麼不敢報 太大件事了 很大件事了 這個大件事就是美國國會正式通過 這個不是議案 確立中國和香港是海外敵對勢力 這個海外敵對勢力的英文原文叫adversary 這個敵對勢力已經由國會正式通過 將香港已經定性為美國的海外敵對勢力 與伊朗、俄羅斯、北韓同級 同時美國國會也通過撥款調查香港官員及商人 以後會調查他們是否干犯反人類罪、滅絕罪、戰爭罪等 國際刑事罪行 有些分析說這一步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即使上次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去了三藩市 會見了美國總統拜登 拜登見了習近平的態度好像很友善 這些中國人很喜歡看細節 又稱讚你的車漂亮 接著臨走還去拍拍肩膊 是握手 然後跟他談話 今天是你太太的生日 這些好像personal chemistry 個人之間好像很親和 但是語音未落 美國國會就立刻做事 所以一旦這樣 你這個國會將香港已經定性為美國敵對勢力 這個日後會怎樣呢 是會將香港和中國一起列入脫勾的名單 聯繫匯率是否長遠能夠維持 立刻成為疑問 這個首尾可以說是很長的 這個已經通過了 就是黎智英案無論你審還是不審 現在你立刻釋放 已經香港是美國的海外敵對勢力 日後你那些香港獨立地位的世衛組織 什麼國際關稅最衛國貿易協定 這些國際關稅貿易協定和美國最衛國待遇 美國跟手是會照著國會最新的指令去做事 美國一做了 歐盟也跟著 歐盟跟英國沒有理由不做 所以這個骨牌效應是非常之得人驚 可以說 求人得人 我沒有說好還是不好 既然是香港特區政府追求的目標 你終於達到了 很開心 我都會恭賀你 因為你日日幾乎是無日無之 癡之以鼻 強烈譴責 別有用心 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你香港特區政府對美國的態度 已經跟中國戰狼化 真是港珠澳和中港民為一體 既然是這樣 美國就對你給出這樣的反應 是吧 沒錯 陶生正如 我們上幾集討論過了 香港其實只不過是拍車仔地位 現在既然要做戰狼 既然要做頭號打手 真是求人得人 今次的審訊 講回今次的審訊 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汪文斌 就批評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的領事 就說這個案件進入司法程序 就說三道四 就違反這個法治精神 下山三百字不理 但是很有趣的 但是如果用它的邏輯 這個中國的外交部駐港公署 也都在說三道四 因為他說黎智英長期從事反中亂港活動 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賣港求榮 吃毒果 那些下山五百字 那些 外交部駐港公署 又不是在說三道四 案件已經進入了審訊程序 為什麼又可以繼續說四字真言 賣港求榮於法難容 漢奸走狗 這些字眼 這些情緒化的字眼 所以現在你看到西方的媒體 正在看一場猴子戲 誰是猴子呢 你們自己想像一下 因為西方的文明社會 或者是普通法的社會 其實立了法律 大家就叫做根據法律的遊戲規則 去進行博弈 在法庭上其實沒有所謂 私人姻緣 也沒有所謂情緒化的事情 情緒化的事情 只不過有些時候 有陪審團的情況之下 運用法律的技巧去影響陪審團的判斷 但是如果去到現在這樣的情況 沒有陪審團的情況之下 大家只是針對法律條文的定義 或者一些法律的程序在爭拗 或者叫做怎樣可以扭轉乾坤 那現在這一套的技術 或者這一套我們叫做 香港一直以來的普通法 其實就是在看最後黎智英案裡面 如果真是道理爭不通的 是不是講陰功 中國人有句話的 道理不通講陰功 這句話大家如果從小到大 上一輩都聽過了 那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說 如果道理爭不過的 就出橫手 或者是這麼粗利 其實我個人 或者鄧衣三位法官粗心 剛才我說的地方就是 我擔心去到一個位置的時候 根本是說不過 或者是法律條文裡面 是不合理的 但是都要去 如果去到這一步的時候 其實就是為了解決黎智英 就斷送整個香港的司法獨立 以及令到外資最後一刻 就是一根稻草 心死 因為黎智英可以這樣遭遇的時候 任何一個外資的商人 任何一個外國的官員 都可以隨時是黎智英 也可以變成法庭上任何一個人 這個情況之下 也可能會觸發下一波的移民潮 這個不是危言聳聽 有很多人不走 走之間 其實在觀望著 觀望著什麼 除了自己的房子之外 就是看看 還會不會有些匪夷所思的事 在香港發生 所以其實這次 黎智英案的影響之大 除了要影響整個中美關係 或者中國和西方 以後那個 我們叫做互相的信任 其實還要影響香港人 很多的判斷 影響了很多的投資 究竟會不會繼續留在香港 所以這個審訊 其實是很久講的 甚至是有很多 未來的事情 我們一定要很細心看 是不是 這個審到80天 是國際注目觸目 還有現在的香港 很多我想住在香港的人 都知道 跟三年前有一點不同 我們《風雲谷》 為什麼是越來越多人聽呢 還有看這些 我們內部的研究 是多了很多 平時對政治不敢的興趣 甚至是略有淺藍的那些人 他們三年前 他們對於香港的局勢 是有很強烈的看法 到現在看到恒指跌破萬六點 還有樓價 很多地方已經跌超過三成 晚上的夜市 據我所知 九點鐘之後全部拉閘 而據我們最近 在一兩個月 混由日本和台灣 大阪、東京、台北 這裡的夜市 就是欣欣向來 這些人 親中愛國 他們不是傻的 說到一個淺字 他們非常緊張 和實際 很多人現在已經不敢說 你看《風雲谷》做什麼 現在美國國會 已經通過將香港和澳門 和中國一起 分群綁列為海外敵對勢力 那為什麼香港的報紙 連報都不敢報 這是大新聞 為什麼香港的電視新聞 竟然提都不提呢 是不是 你本身 你本身說內部 那種內卷式的恐懼 那些群組之間 不敢傳短訊 還有就算認識幾十年的 同學、同事、校友 聚會都不敢去批評時政 據我所知 香港的人回來說 好可怕 這些是自己 已經切了紅線 和紅線 越滑越緊 因為香港 未曾試過空前 這一種是政治動盪 和緊張 和恐懼的局面 這些呢 現在 黎智英案 在審很多人 在不發聲 在看 包括親中外國 因為他們很明白 是啊 當蘋果日報 和壹傳媒正常出版的時候 當一百萬人上街的時候 當發生這些騷亂的時候 香港的股市是沒有跌到 樓價還在升 現在 你說除惡無盡 和拉光了 叫由亂入自由自入興 那個市面 九點鐘拉閘 那時候不是說 阻礙你做生意的嗎 是不是阻礙你做生意啊 現在就拉光了 為什麼你們不做生意啊 為什麼九點鐘拉閘啊 為什麼恆子會跌破萬六點啊 拉光了這些人啊 當然 是吧 看新風雲谷很多這些捧場 的人士或者朋友 心知肚命 三年前恆子是多少 現在恆子是多少 現在正英英 香港是逐漸和北韓平壤看齊 那種和平和寧靜 不過你又是沒有得做生意啊 為什麼呢 我不是很明白啊 不只是這樣啊 還有一個跡象 最近原來在香港國際機場 竟然有一個叫做 香港聯校招生展覽 你沒聽過的 是香港很多Band 1的名校 竟然在國際機場那裡擺攤位 例如這些學校 是百多年全部歷史名校 在那裡招生 ok 據目擊者表示 有幾間的名校呢 那個攤位那裡出動到校長和主任 向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派報名表 好像在那個地攤那裡賣水果那樣 填了表先 填了表先 不要緊啊 立刻有得考試啊 是吧 考完試 面試這些 錄取了 你不讀都可以的 你說我那間好些 讀那間 都可以的 你淒涼啊 百多年來這些名校 是不是 在香港有地位 為什麼需要在國際機場那裡擺攤位 喊欄來招生呢 你聽過英國牛津和劍橋兩間大學 要來到這個叫做香港那個夜市 在廟街那裡擺一個攤 然後招攬香港學生去報讀和交學費嗎 你聽過這個叫哈佛和柏哈萊大學 會在北京那個三里團 或者在上海那個城隍廟外面 擺攤位招攬中國學生去讀嗎 這個奇境終於在香港出現了 這個呢 亦都可以說求人得人 我不可以說是對還是錯 我不判斷了 你知道嗎 我沒有道德判斷 這些呢 就是現在黎智英在審 和美國國會通過 將香港澳門定為美國敵對勢力 和同時出現 就有香港的名校 在國際機場那裡擺攤招生 還有一些據目擊者說回來 無人問津 那個檔口擺放在這裡 我想這些名校來說 他都不好意思 他覺得愧對八年前那些校組 和香港開學校的這些 西洋英國籍的傳教士 和這些呢 先賢沒辦法了 這個地方好好的 你喜歡搞到這樣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大家開心 你中國開心 香港特區政府開心 官員開心 都可以的 他們在鬥二三十萬月生日 高薪 所以現在同時來說 美國就宣布 將香港列為敵對勢力 2020年 就這個國會通過這個 對香港的定性 對於香港 還會有很多 有衝擊性的措施出籠 你現在再跟他講 好香港故事 求他 已經太遲了 美國這隻戰艦 或者大船已經轉了方向 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 現在是到了三十年河西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大改組 我們不應該這麼悲觀 都很多人會有新的機會 會不會呢 阿爆先生 當然了 其實現在 令到人覺得提笑皆非 或者覺得真的是神經病 就是 面對一些客觀的事實 那些官員或者一些議員 都可以指鹿為馬 比如說我們之前講過 比如說恒指已經跌到萬六點了 甚至有機會再向下市 的時候他們就在那裡說 其實呢 新加坡的股市 都不是多的 你看一下新加坡 那他跟我們以前拿來笑的就是 你跟一個 就是他自己已經是發展到 其他地方已經超越了你的時候 你就找一個他的弱點 或者他根本不是他的作為 他的重要經濟的重心 你拿來比較 甚至有人說到 這個恒生指數低 不代表經濟不好 跟著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樓價 平均跌一兩成 這個已經是很幸運 其實暗盤很多的樓盤 是三 減三成 都沒有市場 這一點 另外當然 再加上那個外資 空置的寫字樓 這些全部客觀的標準 其實還有些人出來 在撐 拿什麼呢 拿廟街夜繽紛 很多人買魷魚 很快賣光 作為新聞去報道 真是笑到人 真是不知道怎麼理解 因為你一方面全力推23條 令到外資或者外國人 對於他的人生安全 甚至遊客都擔心 這個時候你就認為 廟街夜繽紛 買下魷魚 就可以吸引這些 我們叫做外資外商 CEO過來香港 這些是完全神經錯亂的做法 我有些朋友 這個暑假 或者這個聖誕節 都會回香港 你知不知道是怎樣 他們是要拿另外一個電話 把原先的電話 放回家裡 不帶出去 來香港是用一個乾淨的電話 為什麼 這個是因為他們擔心過關 或者來到香港的時候 隨時被警察截查 因為電話裡不小心 可能瀏覽過一些網站 或者有些信息在群組裡 而遭受到國安法的照顧 你想想如果身為一個香港人 他自己回去探親 辦一些公事 都要擔心的時候 你想想外國人怎麼會不擔心呢 特別可能是來自所謂的 認為你敵對勢力的國家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客觀的情況 但是沒有人敢面對 或者沒有人把這個事實當成一件事 那繼續加速 也全力要推23條 其實黎智英加23條 是最後一根稻草 雖然大局已經已成 但是如果黎智英案出現的 這些叫做道理不通講陰公之後 再加上23條 我想香港這個就 不需要再有任何的 就是叫做 原念 原念 沒錯 不過我再強調 這些是中國和香港特區政府 是樂意見到的結果 因為我不相信他們這麼蠢 你知道嗎 叫著你不好 就是你想這樣 每個幾十歲的人 要不需要講ABC的常識 對不對 搞到連這些親中報紙方面 都說你不要 不要將香港成為鬥爭前市 不過不要緊 有些KOL說不用信 不用信 千萬不要信 這些是假的 是煙霧來的 那OK 又當靜海猴那 不要信 聽了就算 是不是 我真的 沒聽過 現在回到香港 另外找個手提電話 我以為是美國 摩根大通那些老闆 呼籲美國僱員來香港 是用一次性手機而已 嘩 美國說話原來這麼有影響力 連香港海外 那些香港人回去都紛紛學養 是不是 很慘 現在香港人知不知道 好像杜琪峰導演那些戲 就是大家做Operation 吃大茶飯之前 放下手機 然後拿一部乾淨的 一起走才出去做事 當然不是每個人 有些人可能覺得自己沒有犯法 什麼都不害怕的 當然不要緊 這些是自己選擇 是吧 本來有一種中國人的說法 你走得正站得正 你這麼害怕幹什麼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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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回去搖一搖 鬥幾鬥 交給那些大叔大嬸 是吧 那時候再放出來 你皮都脫了幾層 是吧 你只要知道 這個世界的局勢 除了西方文明世界 其他的文化和其他的民族 有他們的歷史或者宗教包袱 久不久 就叫做間歇性發揚調 你看過陽間的風味嗎 我看過 你見過嗎 嘴巴白抹 嘴巴白抹 嘴巴 你真是太神奇了 你小心點 你給他一個匙巾 咬著 接著 趴著頭什麼呢 他兩眼反白看著正常 咦 剛才什麼事 是嗎 哦 我原來拿著一本毛語錄通街唱 說江青萬歲 現在鄧小平出來了 哦 是嗎 哦 那改革開放好啊 知道嗎 我自己這麼大的兒子 間歇性 唉 我見過幾乎的了 還有中國人有壞習慣 陶先生 不要壞習慣 不要說壞 不要說壞 OK 是他們的特色來的 習慣 就是這樣 他們的基因來的 當他們認為 被隔離屋欺負 所謂的美帝 美國欺負你的時候 例如又將你的關稅提高 又或者視你為敵對勢力 他不去找美國來吵 或者不夠膽去美國發爛 他就會關門打自己人 找自己的家人出來祭旗 他覺得越打得厲害 美國就會越肉痛 所以打得皮開肉裂 但他又不夠膽去這個隔離屋 拍門 如果有人告訴他 你不要再這麼困擾 你再這麼困擾 我就破門入屋和你計算 不敢的 甚至跪了 美國佬救你 叫他救你 救呀救呀 一模一樣 那些朋友都是這樣抽 現在 就是由魯迅林宇棠胡適 至到台灣作家柏洋 真是半世紀的論述 非常之正確 是吧 所以我們看這些事 我們上兩集都說過 不要太過情緒受到波動 是吧 這個民族或者某些世界上某些文化 他那些遺傳 那些不正常的東西 是間歇性的那種疾病 是久不久都會復發 是吧 即是說到這些 坐牢那些什麼 都名人 都不是第一個的 是吧 你也知道 即是本人呢 這幾年呢 就寫過一些 為一些名人寫過傳記 我有個心願呢 是寫三本傳記 三個呢 都是曾經 在香港呢 是不幸被判過入獄的 我寫過一本叫做 爭氣 你也知道吧 是現在金手指 電影 出品日約 受情先生的香港故事 我一生呢 我現在最大的願望 是寫三戲書 要寫三個坐過牢的人物的傳記 第一個就是成功雙人 電影投資巨子 楊壽成的本傳記 現在呢 第二戲呢 就叫做英戲 是香港一個親中愛國雙人大亨 他不是很左的 是寫他小時候的經歷 這本書呢 和他的法迹經過 這本書呢 不是正指他一個人 裏面呢 是講及五六七十年代 香港的教育新聞 這些界面 是怎樣有這個政治勢力的影響 包括裏面提到呢 這個梁國雄 他早年的經歷 希望你有人帶賣一本書 有沒有得賣啊 你問得好 在香港 問得好 反正是 上到假的 上到上到 不用怕 一定沒事 在三聯 中華 商務印書局 現在隆重上架 那我就不賣豬肉的 我也不賣牛肉 也不賣呢 那些這樣的 中秋月餅 這個都不是賣 不過一話題話 是吧 一話題了 你可以不買 不要緊 這個我不是向你銷售的 不過呢 講開 寫這本人物傳記 其實我四五年前已經寫完 交了卷的了 只不過呢 因為那個主角 這位香港的富豪 因為種族的原因 包括他香港的新冠狀病毒 影響市場等等呢 就一直都沒有出版 然後到 在本月初 才是推出發行 在這個時機呢 我也覺得非常有意義 因為呢 香港既然這麼政治化 你以為 以前是沒有政治嗎 你看看這本書 《傳據》裡面 這個人物 雖然不是一級的千億富豪 但是他的童年和少年的成長 是涉及到 香港現在很多你所熟知的政治人物 是另一個你不知道的香港來的 第三本書呢 一個叫爭氣 第二本叫鷹氣 第三本叫骨氣 我還沒寫 我留在將來 在十年之內 或者會有另一個機會 是寫另外一個 是曾經坐過牢 但是出回來 彈起來的另一位香港名人 那個鷹氣 是留給未來的香港人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 是嗎 近來英國呢 氣候都轉動 是嗎 香港聽說都是 是嗎 我在台灣 突然間 是十一二度 天寒呢 最重要的是 加多一件冷衣 知道嗎 是嗎 不要頭暈身氣 個人的健康 和生命 是最重要的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 多謝各位收看 《風雲谷》 下次節目時間 記住 加入我們的《風雲谷》 和陶傑和鮑威聰的Patreon 多謝多謝 記得按讚 下集再會 拜拜 他就說 我明知道 這些片 會被你們 拿來截圖來搞 所以 我就下了它 這位蕭聖的KOL 幾十年的 很低級的 詭辯作風 是一致的 其實 這群的恆大歌舞團 是拿來招呼 或者建立他的網絡關係 換言之 大家這麼高 這麼大 可以說 沒有一條 是許家印見過的 你的太子怎麼見過的 在加拿大讀完書回來 通常這個時候 是會盡快和你 戴一件出來 是的 無論用大頭針刺穿也好 或者叫你不要用也好 一定會叫你戴一件出來 拿來做人質 沒錯 即是中國的情報系統 那個風格 是吸塵基風格 一 過去 它什麼糕屎垃殺 你認為沒有用 它全部立了 它以後會慢慢分流 和慢慢進入它的系統 是否意猶未盡呢 在本片描述欄最上面的連結 一案就可以加入會員 如果大家想長期支持我們 記得現在就要先LIKE這條片 還可以用超級系列支持我們 當然更希望的是 大家能夠同時加入陶傑 和鮑偉聰衝心直說Patreon 令我們可以精益求精 繼續為大家帶來更多好的內容 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細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